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讲解释释迦牟尼佛遗传法论的雷达摩居士论 这里面就是现在讲第二篇里面的不相应法 不相应性就是我们昨天也讲了 就是这个名和句还有那个文字吧 就是文字三个方面就是讲的 然后前面呢 现在这个所谓的不相应性也不是性 也不是性以外的 有始终呢 就是承认有一种这个实有的这个有为法 就是这叫做是那个不相应性 这个不相应性呢 就是按照这个阿比达摩居士论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这个十四种不相应性 十四种不相应性 十四种不相应性呢 就是前面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德和这个非德 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同类 就是讲这个同类 同类过了以后呢 就是讲这个无相识和无相定 也就是说这个无相识呢 就是我们很多名词里面讲的是这个无相识 然后这个无相识 无相识过完了以后呢 就是讲这个灭尽定 就是灭尽定 然后就是讲这个名 就是讲完了以后呢 就是有为法的这个法相 就是生老死 也就是说是那个生和这个灭和猪和帅 就是帅也可以说 有些这个居士里面就讲这个老 就是然后这四个 这四个加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昨天所讲的 这个字和然后这个名和词 就是字和名和词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共应该有这个十四个 十四个不相应性 这个十四个不相应性呢 就是按照那个小乘阿比达默的这个观点 就是在上面就是 加上这个十种就是反复啊 就是还有那个氛围事件等等 就是我前面也讲过吧 就是中共有十十种法 就是这十种法呢 就是大乘阿比达默的观点 这样的话呢 就是大乘阿比达默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小乘阿比达默 就可以多就是也可以少 呃 今天呢 我们就是讲那个 上面说讲的 这十四种不相应性里面的 有一些就是 呃 这个呃 中介吧 灭素和光素色异 就是今天应该是 讲那个色异的时候吧 可能是 呃 一切法相耶稣 是 耳顶飞的灯牛神 他这里我们这个呃 刚刚已经讲了 明和词 还有那个呃 文字吧 就是这个是众神相续所色的 也是这个灯牛神和 还有无极法 就是昨天我们刚讲了 就是呃 这三个呢 就是他有这个三种特点 就是 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通类 啊就是通类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也具足这个上面的 这三种条件 就是众神相续所色 然后呢 就是这个灯牛神的 是这个无极法的 呃 前一段时间 我想是这个呃 石头的这个种类 就是通类呢 就是可不可以叫这个石头 就是当时呢 可能这句话 没有这个记住的原因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他那个 按照居士论的要求 就是呃 这个通类的话呢 就是只有众神相续所色的物体 就是才有这个通类的这种概念 就是实际上呢 呃 就是非众神相续所色的这些物体呢 就是没有这个通类的概念 就是他这里呢 呃 已经讲得非常明显 就是所以这个通类 他这个意志里面呢 就是包括就是不但是 这个前面的这个名神和 然后这个文神 还有那个巨神 就是这三个呢 已经具足这三种特点 而且呢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通类呢 也实际上是已经这个具足这个特点 再加上呢 就是也是这个 这个艺术神吧 就是艺术神 这个不仅是这个具足这三种特点 而且呢 就是他也是具足艺术神 就是因为刚才那个 呃 就是前面的这三种呢 就是这具足是等有神 就是这个艺术神呢 就是前面没有具足 然后这个三界术神 呃 呃 呃 得顺二 就是呃 再说呢 就是他这个通类呢 也属于这个三界术神的 呃 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呃 所讲到的有些名和词的话呢 就是只是这个色戒和愚戒这个术神的 五色戒呢 就是这种没有的 但是这个通类的话呢 就是五色戒当中也是有 就是他是这个属于三界这个术神的 然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得顺吧 就是这个得顺 得顺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他具足这个灯牛神和那个 呃 艺术神两种 然后一切法的法相呢 就是一切法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一切法的法相呢 也实际上是具足这个灯牛神和这个艺术神 然后这个无相顶和呃 这个灭金顶吧 就是灭金顶的话呢 就是非这个 还有灭金顶非的 就是这三个呢 就是也是这个灯牛神 就是不具足 这个这个其他的神 就是因此他这里呢 就是讲这个 呃 上面所讲到的这几个不相应性吧 就是不相应性呢 就是哪些是这个灯牛神 哪些是非灯牛神 就是从这方面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下面说那个名称 言辞 文字 是众生 说说 就是这个昨天我们刚讲了 还有那个灯牛神 这个无福无极法 就是他具足这三种特点 同样上面所说的同类 也具足这三种特点 不仅如此 而且同类也是异俗神 因其实是中 呃 是这个异俗神的言等 呃 相同之物之 呃 故是异俗神 故而是异俗神 呃 因为那个呃 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相续 琐瑟的 比如说 眼睛 鼻子 耳朵等等 就是这些这个根的话呢 实际上是众生的这个相续 这个琐瑟的 然后呢 也可以叫做是 他是这个同类法 就是他这个叫这个呃 不相应性里面的这个同类法 就是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 他是这个异俗神的啊 就是是这个异俗神 呃 呃 呃 这个异俗神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具足一种特点 就是他现在呢 就是是那个呃 他是那个无极法 就是他他是这个 现在呢 就是他的本体是无极法 那么以前呢 就是善和不善的 这个异俗因产生的 我们前面也讲了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 眼跟这个鼻跟等等呢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呢 呃 他的这个本体是 也不是善 也不是恶 就是应该承认是这个 无极法 然而是以前呢 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 这个严跟当呢 就是应该是 如果是三居众生的严跟呢 就是通过这个造善业 而这个成熟的 如果是恶居众生的严跟当的话呢 那么就是造这个恶业 而这个成熟的 因此呢 就是他是这个 是一殊胜啊 就是一殊胜就是 呃 他这里呢 就是不仅具足上面的 是三种这个特点 而且呢 他还加上一种 这个艺术性的这个特点 就是这个同类呢 就是具足这个特点 然后同类呢 还属于这个三界 因为他是能是 一切众生相同的物质 或者是每一个众生 都具有一个同类的物质 就每一个众生呢 都同类的这个具有物质 因此的话呢 无色界的这个众生 相续当中这个 或者相续所持的 一些同类的这个物质啊 比如说这个 他们这个同类的这种这个心啊 同类的这种这个相续 同类的这种这个 这个思维和灯舍等等 就是这些呢 就是全部是属于是 这个同类 就是因此呢 就是三界众生都具有这种同类 就是 然后德顺呢 有灯牛僧与异俗僧两种 之所以为这个异俗僧 就是 这个灯牛 这个灯 德顺的话呢 就是他也具足了 什么这个灯牛 就是对这个灯牛僧 就是异俗僧 因为那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他是那个 就是张阳僧是不具足的 为什么张阳僧不具足呢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如果是张阳僧要具足的话 一定是 他是这个有微层那个集聚的 就是 然后那个德顺的话呢 就是 这个他就微层集聚的概念 就是没有的 就是因此呢 就是不是这个张阳僧 是由于异俗僧的 严当德顺为异俗 就是比如说这个异俗僧的这个 就是严当 就是他的这个德顺呢 就是也应该是这个异俗僧 就是这个严当有这个 有没有德顺呢 就是前面也这个讲了 就是严当应该有这个 跟的这种这个德顺 就是德顺 一切法相也都是灯牛僧和这个异俗僧 就是前面就是 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僧和衰竹灭 就是这几个法相吧 就是一切法的这个法相呢 实际上是也是这个灯牛僧和异俗僧 而定和还费的是这个灯牛僧 而不是这个异俗僧 因为而定呢 就是必须是散法 就是费的呢 就是这个而定的话呢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他的这个 现在就是他的这个 比如说而定这个 不管是异俗僧还是异俗僧呢 实际上他呢 就是是一种这个善法本性的 如果他是这个善法本性的话呢 就是他不可能是这个异俗僧 他现在是如果是这个灯牛僧的话 如果是这个异俗僧的话呢 那现在他的本体是 应该是这个无极法 非得呢 就是自己产生而不以心之前 也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非得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是 因为他的这个发心呢 就是不能这个具足 就是非得他自己这个产生呢 不是以这个 以心的这个前面就是产生的 因此呢 就是他也是是 只具足这个 就是灯牛僧 就是不具足这个异俗僧 就是不具足这个异俗僧 这以上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 有为法的这个产生吧 就是有为法的这个产生呢 就是已经这个讲了 就是有为法的产生呢 就是心事方面的这个产生 和非心事方面的这个产生 非心事方面的产生呢 已经讲了这个 这个不相应性 不相应性的这些道理呢 就是已经讲了 然后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 在这里随便这个宣说了 这个因果的这个因和果和愿 就是这三个道理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法呢 就是要产生的话呢 就是因和愿 具足以后产生这个果 所以这个因呢 就是这个 这种这个因果规律 尤其是在我们据手论里面 所讲到的这个因果规律 大家应该这个 这个明白就是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 就是宣说这个因果和宣说愿 就是愿和因果分开的 那么首先宣说因果呢 就是分三个方面 就是宣说因宣说果 然后这个宣说二在共同制法 第一个宣说因呢 就是分这个三个方面 就是略所和光所 就是色意 就是分这三个方面讲的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讲这个因这个略所 居士论当中的话呢 就是一般就是讲这个鹿种因 还有这个其他的 有些这个法门当中呢 就是讲这个流因啊 就是四因啊 就是二因啊 等等 就是有些法里面呢 就是讲 只讲一个君取因和这个聚生因 就是君取因和聚生因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 任何法要参生的话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中论当中呢 就是专门要破这个因和 这个果和愿 就是因缘 就是因缘品吧 因缘品里面 专门要就是破 我们这个现在聚手论里面 在生意当中呢 就是这些这个 呃 流因四元呢 就是如何不成立的道理 就是就作众的这个破破掉 就是现在 但是在名言当中呢 就是不得不承认 这些这个因缘 因此呢 首先就是大家应该明白的 这个呃 是这个是这个因的概念 就是这个因的概念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略所啊 就略所在颂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能作因缘 具有因 同类因 具相应因 变形因 与异俗因 曾需 因有此六种 呃 他这里这个因呢 呃 就是 呃 大家这个 因为这个因缘呢 就是可能也稍微 这个下面就是 后面 后面吧 就是后面稍微就是难懂一点 就是有些这个因缘 首先你把这个 什么叫做是这个能作因 什么叫做是具有因 就是这些因的概念 没有动到的话呢 后面那个 就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这个难懂的 那么这个世经论师在这里呢 呃 就是已经说了 就是说是这个中共 我们这个万法要产生的话呢 就是他对这个因和缘 就是有两种 就是 那么首先这个因的分类 就是中的来说是有多少个因呢 就是有六种因 就是呃 就能作因和具有因 还有这个同类因和相应因 然后这个变形因 和异俗因 就是他就承许就是 承认呢 就是因有这个六种 呃 他这里有些这样说的 就是说是那个 有些诸书里面呢 说 世经论师为什么说 他这里说是承许六种因 就是而不说是这个 因为这是这个因果关系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佛经里面讲的话呢 为什么不说是这个 佛说这个六种因 就是或者佛经经说这个六种因 为什么不说 他这里这个之所以是承许呢 因为这个呃 就是他也好像那个 佛经论师的诸书里面 这样讲的吧 就是呃 他这里面说是世经论师呢 没有这个呃 就是见到一部经里面 就是宣说六种因的 就是因此呢 就是他在这个 不同的这个经典里面 就是已经这个看到了六种因 但是一部经典当中呢 就是并没有看见这个 六种因同时这个宣说 就是因此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用承许两个字 就承许两个字的原因呢 就是他并没有看见过这个 这个一部经典当中 这个圆满的宣说 在六种这个因 那么呢 为什么是这个一部经典当中 这个没有这个宣说过六种因呢 就是呃 这呢就是后来的 有些这个这个 这个俱舍论的 这个有些论师吧 就是论师呢 他们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认为 就是这是很很有可能呢 呃 就是因为在印度阿皮达姆的话呢 就是出现这个三种那个 呃 就是就是他的这个教法呢 就是出现过这个三次毁灭 就是出现这个三次 这个阿皮达姆这个教法呢 就是在印度来说是 出现这个三次毁灭 就是出现这个三次毁灭 就是出现这个三次毁坏过程当中呢 虽然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经典 但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在三次毁坏当中的话呢 就是很有可能这个善失 就是很有可能呢 就是这些都已经这个失掉 但是一部分的这种 这个阿皮达姆的经典呢 就是还是这个存在的 就是存在的 因此就是他那个毁坏这些经典的同时呢 就是对大乘法呢 就是也受到了就是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华严经的话呢 就是华严经呢 就是有那个一百这个多回呢 就是后来就是就是四十回 还有那个报级经的话呢 就是以前也是有那个三十多这个会当中呢 就是现在只剩下这个四回 就是他是那个呃 是加之伦是这样讲的 但这个汉淳佛教跟那个藏淳佛教翻译的 华严经的这个多少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别 就是因此他就举了这个种种例子 就是原因呢 就是当时这个印度的这种佛法呢 就是遭到这个几次的这种碎坏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有完整这个宣说流音的 这种这个经典呢 就是当时那个坏坏 但后来这个世纪论师呢 他也就在不同的这个经典当中 已经这个看到了这个六种这个音啊 就是六种音 因此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小乘阿比达姆当中呢 就是把它这个结合起来 就是一结合起来呢 就是宣说这个六种音 宣说六种音呢 就是这样就是 就是乘虚引入六种音 就是这样的原因 然后我们这里这个银和国宣讲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明白的 就是有一个 就是这个银和国呢 就是可以这样这个分的 就是他尤其是在这里流音吧 就是六种音呢 就一般来讲 居士论当中就是讲了就是这几种音 六种音 然后这六种音呢 就是从那个种的这个 他的这个分析是什么样呢 就是他种的来这个分的话呢 就是能作音是这个种 就首先我们这个音呢 就是可以说这个种的这个音和那个别的音 就是种音和别音 那么这个种的音的话呢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能作音 就是能作音呢 就是是整个这个种的那个音 然后这个别音里面呢 就是分那个后面的这个在五种啊 就是别音 然后这个别音的话呢 就是也分一个同时音和非同时音 他整个因果分类的话呢 就是有些论诸书里面就这样讲的 然后那个刚才那个别音的话呢 就是分那个同时音和那个非同时音 然后这个同时音呢 就是又分一个中 中音和那个别音 就是中音 那么这个中音呢 就是指的这个具有音 别音呢 就是相应音 就是意思是那个 他这里面就是 这里面这个音呢 就是还是有这个同时的这个音和 那个其他里面就是不承认的 就是但具有论诸书里面呢 就是音呢 就是有同时音 就是有这种承认 因此刚才那个同时音呢 就是分一个中音和别音 就是那么这里面的中音呢 就是具有音 然后那个 就是这个别音呢 就是分那个相应 就是指的是这个相应音 然后刚才那个非同时音吧 就是非同时音的话呢 就是也应该可以这个分两种 就是分两种 就是一个是这个因果同时和因果不同 就是因果这个同体 或者是因果同类和因果不同类吧 就是可以这样分的 就是那么这个因果同类的话呢 就是也分一个 就是中音和这个别音 就是中音和这个别音 那么这个因果同类的中音呢 就是指的是那个同类音 就是同类音 然后因果同类的这个别音 指的是那个变性音 就变性音 然后刚才讲是因果这个不同类呢 就是指的这个异素音 就是它整个这个因的概念呢 就是可能这样分的话 就比较这个细致 我们那个这个呢 就是方便的时候 你们自己这个随便画画 就是随便这个画个表啊 就是这样来这个理解 就是理解的话呢 就是它这里这个承认了 就是有些同时的音 不同时的音 然后这里面就是所承认的 这些音呢 就是按照那个音名的角度来讲 就是从移民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有些音是不承认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具有音和那个相应音 相应音 具有音和相应音呢 就是它是不承认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 同时音里面的这个 具有音和相应音 为什么具有音和相应音呢 因为这个具有音和相应音呢 就是都是这个同时存在的音 同时存在的音 因此他们这个移民的话呢 就是这个同时存在的这种音呢 就是不可能这个成立的 因此呢 就是只要是因果的话呢 必须是有能生所生的这个惯性 就是才可以成为这个音 因此呢 就是它对这个 按照音音的这种观点的话呢 它这里面所承认的具有音和相应音 是不承认的 然后这个 就其他的这个音呢 就是基本上是承认的 比如说这个同类音和那个 变形音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音音当中 就是讲的这个金曲音 然后这个异数音的话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聚生音 就是聚生音 就这样的话呢 这个音音当中 这个能作音也是对这个音源不弃障碍而讲的 因此呢 也能作音也是可以这个承认的 这是那个音音的这个音的说法和 这个 居士论的这个音的说法呢 就是稍微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差别 就是居士论里面承认的 在录音当中的有些音呢 在音音当中是这个不太承认的 因为十年论当中已经讲了 就是音果的话呢 就是不会有这个同时这个产生的 这个音的话呢 就是他对这个事物的生长 直接这个起作用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音 然后间接起作用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愿 就是他们这个音音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但这里面的这个音呢 就是下面也有这个概念的 因此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首先要知道 就是这个居士论里面的音呢 就是分多少 就是分这个六种 然后六种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略说的时候 就是专门把他们的这个名词 已经这个说了 那么下面这个诸事里面 就这样说的 既然说有无有音果聚合识 那么音有多少呢 就是前面不是这个讲 这个无有音果聚合识 不可能这个有这个能生所生吧 就是就是讲这个道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到底这个音是有多少种呢 就是音有六种 即能作音和具有音和同类音 还有相应音和变形音 然后这个艺术音吧 就是程序音有六种 就是这个音呢 就是有六种 所以希望呢 就是大家这个 就是应该就 什么叫做能作音 什么叫做这个变形音 就是这些呢 就是不看书都是 心里面应该把他的这个概念 就是永远这个 还是记在自己的这个心里当中 不然的话呢 就是我想这个 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在这个年轻时候 那个学俱舍论呢 就是在自己的相继当中 应该这个扎下比较这个稳固的这个习气 当你这个七八十岁的时候 也是一想起来 就是所谓的这个具音呢 马上能这个说得出来 就是就像上师如意宝一样 就是很多年 就是你这个文字都看不见的话呢 就是但是心里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显出了 这一点呢 就是我想我们这个 很多人呢 就是算是比较这个年轻吧 在年轻的时候 你真是对这个具舍论呢 就是这个有一种苦修 和有一种这个刻苦专念的话呢 那么这个在一生当中 不但是一生当中 就是乃至这个深深深深你的相续当中 这样的这种智慧是比较这个稳固的 然后你在那个表面上文字上呢 就是稍微稍微这个理解一下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肯定这个 不要说是这个老的时候 就是你明天后天都是亡得一干二净 就是因此呢 就是大家在这个文字的过程当中呢 尤其是现在那个 就是在这个文字的时候 我都经常这个像上师如意宝的时候 在这个以前十句求学的时候呢 他还是那个 就是对这些这个五不大论呢 就是该背诵的这个背诵 而且呢就是该记得记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也是这样的这个清晰的话呢 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方面就是值得 就是非常这个佩服的 另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自己这个文字的时候呢 就是也应该就是 就是不能就是自己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修行人 所谓的这个自己是一种这个瑜伽士啊 这种这个行为呢 自己对自己就是加上一种这个庄严 就是这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必要 就是因此呢 就是在文字修行的过程当中 就像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一样的 就是自己一定要就是通过苦心 通过那个认真的就是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把这些这个道理呢 就是记得这个清清楚楚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下面呢 我们就是讲这个光说吧 就是光说就是第一个就是光说 就是第一个光说的话呢 就是分流 就是光说这个能作因和具有因 还有这个同类因和相应因 变形因 异素因 就是讲这六个因呢 就是下面都一一的有光说 首先就是讲这个能作因 就是什么叫这个能作因呢 除其之外能作因 就是那么除了自己以外的这些法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能作因 就是在颂词当中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所以它具世论里面的 有些因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起到 真正对这个物体的生长呢 就是起到直接性的这个作用 就是所以具世论里面的这个因和 那个因明里面的这个因呢 就是还是在这个下定义上面 就是有一些这个差别 就是如果那个因明当中 这个讲的这个因果的话呢 那么这个因呢 就是必须要对这个事物呢 就是有这个增长的 这个成长 它的这个生长呢 就是有直接的利益 就是就是 因明良力宝藏论里面呢 就是说是这个能力和锁力 就是锁力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过的这个概念 能力的话呢 就是它指的是这个因 就是因的这个定义的话呢 就是说是这个 对这个产生过呢 就直接有这个利益的 就直接有帮助的 这种叫做是这个 呃 叫什么呢 就是叫这个因的这种定义 就是 那么这个具世论当中 就不一定这样承认 你看这个能作因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是 这是因的那个重 重因也可以讲 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这个自己以外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法呢 就是全部都可以 从这个这个范围呢 就是比较广的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 那么除了自己以外的 凡是对你的这个生长呢 就是不起任何障碍的 万事万物呢 就是全部都变成 可以你的这个因啊 就是所以这个能作因呢 就是这样的 既然说能作因与具有因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能作因呢 以法产生的时候 除自己以外的 其他对自己 就是自己的这种自身吧 就是自身呢 不作障碍的一切 有为法与无为法 即使能作因 就是他这个一切 有为法和无为法吧 就是除了这个自己 比如说你那个青口呢 就是自己增长 自己生长的时候呢 就是凡是对这个青口 增长呢 就是不作障碍的 然后其他的这个世间上的任何一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呢 就是全部 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生长一个法的话呢 就是那么世间上是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话呢 就是只要对他的这个生长不及什么危害的话呢 就全部成为这个什么就是能作因 就是这种这个范围呢 就是比较广 就是因此这个能作因的概念呢 就是大家还是应该清楚 我看我们讲那个什么中论的时候都说很多人可能不有没有吧 就是没有 就是这个能作因和这些因呢 就是还是我们这个没有动到的话呢 有时候讲这个中观的时候也是这些概念一出现的时候呢 就不知道在这个名言当中是怎么成人的 就是所以一般因明当中也是能作因呢 就是从那个心向的因 就是他他呢就是也是这个成人的 就是这个能作因 就是能作因呢 就是不去一切这个障碍的 凡是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的这些呢 就是都可以叫那个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牦牛呢 就是可以变成这个这个山河大地的这个因 或者呢就是我们这个任何法呢 就是其他任何法的因 就是这些都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是从这个光 光义来讲的话呢 就是都是可以讲 他这里说 比如啊 仅仅因为国王为加害民众 他们呢就是便会说 国王就是让我们这个安居乐意 就是啊 比如说让大家呢 就是这里这个快乐的这个过程 就是他就没有害的话呢 哎这个国王很好 就是实际上是他让我们这个安居乐意 其实这个这个国王的话呢 就是没有对他做什么事情 但是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个成长 就是也可以说是给他们就是 就是呃就给了一种这个这个虚空吧 就是给了一种空间 就是呃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的 哎什么什么某某这个阿修乐是非常好啊 让我们在这里就是舒舒服服的坐着 就是实际上是只不过就是他们呢 没有危害你的时候呢 就是认为是对我的这个身材就是做帮助 就是没有做任何帮助 就是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这个认为 就是所以刚才的这个能作音呢 也是是这样的 这样你的这个身材呢 就是没有这个做自己的危害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呃 所谓的什么这个因果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因能作音 那么下面有一个疑问就是 既然这样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呃光明和黑暗呃 呃还能热如何成为能作音呢 就是不是这个光明和黑暗呢 就是我们世间上的这个香味就是 然后呢就是这个热和能呢 就是也是如果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呢 就是说是这个共同不存在的这个香味 就是既然是香味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有因和这个果的这个关系 因为因和果的这个因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就是对这个法呢 就是不香味的这个作用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因明当中吧 就是其实这个因明和中观呢 还是这个举手论啊 就是这些都是这个相辅相证的 你们以后也是真正的这个 这个相通到一些因明和中观的这个理论的话呢 就是举手论这个闻思一定要这个究竟 举手论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大哈技术的话 你要像精通因明的话呢 就是今一名里面的很多这个因缘啊 有些关系呢 就是牵涉到这个举手论里面 然后这个很多中观里面的一些名言上问题呢 就是全部引用这个举手和因明的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我像是来自那个大圆满的话呢 就是大圆满也是无关存在这个七宝藏和 有些尤其是这个如意宝藏论和神圣宝藏论里面 也是直接这个引用了很多举手论的这种道理 就是在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闻思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那个呃 大家这个每一部论典呢 就是好好地这个记在心中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这里这个隐名当中呢 有这么一句 呃 比如说这个光明和黑暗呢 就是是相位的 就是他不是这个像就是相恋 就是没有这个相恋和像这个呃 像那个什么这个 没有这种这个呃 像细吧 就是他这里隐名当中 这个关系的细就是细和味 就是味的话呢 就是相位 就是相细的话呢 就直接有这个关系呢 那么因和果的关系呢 就是必须有这种这个习俗 这个没有这个习俗关系的话呢 呃 没有这个习俗的话呢 那么这个阴死不可能这个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是刚才那个呃 黑暗和光明呢 我们世间上人们也是认为是 这是这个呃 这个香味的就是 就是然后这个 这个寒冷和那个酷热呢 就是也实际上是 世间上也是认为是 这是两个是香味的这个物体 那么这些呢 就是怎么会是变成那个呃 就是他的阴呢 比如说这个光明的阴呢 就是黑暗 然后呢就是呃 这个光明的阴是黑暗的话呢 那光明不是这个黑暗的这个香味呢 就是不香味呢 然后我们这个寒冷的这个呃 阴呢就是是这个酷热的话呢 这不是这个香味就是 它是本来是这个呃 不共存的这个香味就是 不可能这个共同存在的这个香味 但是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们怎么会是这个有阴的这个作用呢 如果这样说的话呢 他下面呢就是可以这样说的就是 他是那个游不宗 据事论的观点的话呢 他这里这个能作用呢 就是他是这个 由这样来解释的 他说这个光明当能障 能障碍黑暗当 为甚至有法 就为甚至有法 并不能障碍 甚至有法 因此呢 安理为能作用 就是他说是这个呢 就是安理为这个能作用的话 是可以的就是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为什么是可以呢 因为这个光明呢 就是虽然他障碍这个黑暗 就是他障碍黑暗 他障碍黑暗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光明的话呢 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未生法 就是不是有始终呢 就是他认为是有一种这个未生法 就是未生法 就是那么就是他呢 就是障碍这个未生法 就是他障碍未生法 并不是这个障碍 就是直接的这种黑暗 就是他直接的黑暗呢 就是已经这个生完了 已经生完了的话呢 就是你没有什么可他障碍的 就是说也对的 说的也对吧 就是因为那个黑暗呢 就是已经这个出现完了 就是所以呢 就是光明就是没有这个加害他吧 就是他已经都是已经这个出现了 然后就是第二次了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自己就是灭亡一号 或者是这个 这是这个一种这个因缘 就是他的这种这个产生的话呢 就是光明就是并没有这个 起到这个人海的作用 那么光明起到什么作用呢 光明这个起到的是 就是这个黑暗的未来的这个未生法 就是未来的未生法的话 永远也不会产生的这种法 永远不会产生的这种法呢 他是这个 真的是障碍这个法 就是他就障碍这个法 就是障碍未生法 并不是障碍这个有生法 因此呢 就是他对这个有生法呢 并没有做障碍 因此是他可以做这个能作用 就是这是那个 有不重的这个 也是一种这个说法 就是自私里面呢 就是他用一个间接引的比喻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色界的 这个众生的这个云呢 就是低于众生的这种苦热的痛苦呢 就是也是有直接的这种这个 什么就是能作用的这个作用啊 就是这方面也是可以用这个间接的角度来讲是 也是应该这个可以的 但是他们这个有不重呢 就是认为这个他这里的这个能作用呢 就是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有能力的这个能作用 和无能力的有能作用 就是有两种 一个无能力的这个能作用的话呢 比如说你的这种这个产生吧 就是你的这种这个产生呢 就是没有这个起任何障碍就是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是他这个能作用呢 对你没有这个做什么那个能力 就没有做什么这个帮助 但是呢 就是他还算是那个 呃一种这个能作用 呃 比如说那个呃 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夏天那个化的那个生长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清净的涅槃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对他就是没有做什么 这个有利有害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呃 夏天那个生长的这个现化呢 实际上作为这个涅槃的话呢 就是这个涅槃呢 对他来说是也应该是一种这个能作用 就是这是这个无利的这个能作用 然后这个有利的这个能作用的话呢 呃 比如说我这个鲜槃药这个生长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个灌开的这个碎呢 实际上是除了自己以外的这个法 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话呢 那么这个法里面 尤其是对你生长 直接有这个能力的作用 就这个碎呢 就是实际上是 呃 还是是一种这个有能力的这个能作用 然后有能力的能作用当中呢 它这个种类也是不同的 就是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释放的碎呢 就是并没有对这个话呢 就是起到作用 只不过是我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碎 就是灌在那个画上面的时候呢 就这瓶碎呢 就是对他来说是有一种这个能作用 但是呢 就是其他这个释放的这个东方的碎和 北京的碎和美国的这些碎呢 是不是这个对这这朵花 这个生长有直接的作用呢 就这个是没有直接的作用 就是所以从这个同一类来讲的话呢 也是有这个无能力的这种能作用 就是他有这样这个呃 这样这个说法 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问题 还有呢就是据手论的这个大树里面呢 就是也有这样的呃 这个呃 宣说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面讲这个光明 就是治之黑暗 光明治之黑暗呢 就是他说是治的这个无生法 就是无生法呢 就是是这个破的就是 所以他这里面呢 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无生法呢 呃 就是并不是这个众生相续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说色的就是有些地方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无生法和未生法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第一篇开始讲的时候呢 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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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非觉证明的话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无生法 就是无生法 无生法呢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永远也不会这个产生的这种法呢 就是叫做是非觉证明 那么这种这个非觉证明的话呢 实际上是就是也并不是这个众生相续的这个说色 呃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分析 但这些分析呢 呃 希望啊 就是在那个知识里面吧 就是知识里面呢 呃 就有时候看呢 就是知识比较这个难懂 但是你详细的看的话呢 还是这个呃 就也可以这个呃 懂得到吧 就是呃 就是我想呃 那个知识呢 就是真正是这个实情论是他的这个呃 观点啊 就是他这个居士论的最具精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知识来这个解释 就是知识来解释是最这个恰当的 后来的一些这个印度和藏地的这些高僧大德和汉地的一些 这个高僧大德也 虽然就是以他的这个智慧呢 就是这个解释居士论的这个颂词 但实际上呢 就是解释的不一定是非常这个完全 就呃 实情论是呢 他自己的谜译是自己来解释是最恰当的 因此呢 你们还是自己有这个智慧的能力的话呢 就是应该从这个知识当中呢 就是还是这个呃 挖出真正的这个智慧的宝藏 就是最好的呃 就是最好的就是 现在那个汉地也是 银沛法师的那个讲解的话呢 就是有呃 大概有这个三本吧 就是那天开始的时候的我也讲了 但是字面上解释的话呢 也就是很不错 但有些地方的话呢 就是可能跟那个呃 传讲方法方面就是也是有点这个不同啊 就是有些地方呢 还是也这个呃 凡是这个每一个人就是对这个讲解呢 就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就是 就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 是汉传佛教当中一般来说 那个那个银沛法师讲的是最广的呢 就是他有上下种三册 就是三册的话呢 也算是这个呃 比较这个不错的 呃 但是呢 就真正与这个知识相比较起来的话呢 因为自识是比较难懂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他知识里面的真正的这个名义呢 就是举手论的真正的这个名义呢 就讲的是最清楚的就是这个知识 呃 所以我都有时候这个 这个现在就是肯定不行的 就是以后这个如果这个呃 几年以后就是还这个呃 这种这个这个具体呢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流逐的话呢 有时候都想 哎 现在那个呃 很多这个尤其是汉众这个弟子的话呢 就是肯定很多人就是对这个 这个据舍论呢 就是相有这个研究 就是或者是有兴趣 但是呃 对这个究竟的这个名义呢 呃 就是应该是识经论师他自己 就是识经论师的那个呃 这个知识 如果用赞文上真正用这个呃 就是现在用这个口语话来就是翻译的话呢 就是当然有很大的这个困难就是 就是但是呢 知识呢就是他有一个呃 呃 四的半指导就是四的半指导的一种这个注释 就是这个注释看的话呢就是 就是自识也基本上是能解释得到就是 实际上是我们那个赞文大藏经里面的 赞文论注里面的这个知识也是 就是跟那个韩文的知识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印度这个翻译出来的这些呢 比较这个难懂的 就像我们这个现在唐译的这个据舍轮一样的 就是他那个字识也是 虽然是这个藏文 但表面上看到好像好懂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看的时候呢 还是里面的这个很多文章呢 就是不是很好懂 一般那个藏族人这个写的这个 这些注释呢就是比较这个易懂 印度人那个写的 然后就是有些罗兹的翻译出来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这个难懂 但不管怎么样呢 就我们这个在文词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你们还是有个别的一些 金刚导游的话呢 就是现在对这个据舍轮呢 我觉得就是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虽然是同一个事件当中 同一个上师 看这个同一个法本来就是接受这种法 但是呢就是结果呢就是显然是不同的 有些呢就是通过自己的精进来这个开发的 有些呢就是前世的这种这个善缘来开发的 有些呢就是可能自己的这种信心和智慧来这个开发的 不管是怎么样呢 就是有些呢可能一点这个输货都是没有的 反而呢就是觉得是啊 这个据舍轮是不殊胜呢 就也有可能这样的这个邪念邪见也会这个难免这个出现的 但是这是众生的根机不同的 就是实在牟尼佛转法轮的时候 也是中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眷属会这个出现的 所以呢一般来讲这个 这个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同一个事件当中 就是依靠同一个法本呢 就现在那个结束的时候呢 最后我们这个这部分呢也许是这个有完成的时候 就是如果有完成的时候呢 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数以非千 就是在一辈子当中就是对这个研究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依靠这个据舍轮的所有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撩如指掌的话呢 自己以后看什么这个听什么就很方便的 如果光是听一个传承的话呢 也有时有很大的功德 法王如意宝也是前面讲了这个很多的功德 前面我们讲刚才就是能作音吧 就是能作音大概的就是介绍到这里了 现在应该就是大家这个明白 就凡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有为法 就是对你的产生不弃障碍的这种法呢 就成为这个能作音 就是这是能作音 然后具有音就是具有音呢 分二就是他的法相和这个事相就是分两种 就是第一个是讲这个什么叫做具有音 将确定他的这个法相 具有音即复为国就是 他那个具有音呢实际上是复为国 就是他这个复相这个作为这个因果 具有音的法相同时产生的任何法 与自己的国互相这个称为这个因果 就是他这个同时产生的法呢 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四大群体当中的这个地水活风一样 就是地水活风的话呢 首先就是你的这个生存和你的这个成长 你的这个存在呢 就是都有一种这个音和国的关系 地大呢就是对这个活大有这个音的这个关系 活大呢就是对地大也有这个音的关系 就是所以这个他有始终的话呢 一般英明把这个具有音呢 就是不承认是他是这个音 就是因为这个音的话呢 就是他必须在前面 国的话呢就是必须在后面 就是这个音明当中呢就是这样承认的 但是他这里这个音的话呢 就是互相可以这个作为这个音 就是互相呢可以作为这个国 所以呢就是互相有帮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样也是音果同时 就是他这里呢 这个比如说相应音和具有音呢 就是都是同时 下面讲的这个相应也是 我们这个心和心所不是同时 那个有五种这个相应的方式来这个取经吗 这也是叫做是那个相应音 就是他这里这个相应音和那个具有音的话呢 就是都是这个同时的 同时产生的人和法与自己同 自己的这种国相互称为因果 这是从祈祷这个帮助作用的方面来安立的 就是并不是真正用世间的前后方面来安立的 是这个佛相呢就是帮助这个祈祷这个作用 就是其作用和其利益 这方面来这个安立的 这叫做是这个具有音 就是具有音 那么具有音的事项呢 就是他的这个事项呢 分一个众所和别所就是别所行之随传 就是两种 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众所 刚才那个事项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我们就是昨天什么叫这个事项发项呢 就是发项的话呢 就是昨天我们讲这个瓶子的这种这个发项是什么呢 就是瓶子的这个发项呢 就是生猪老灭 就是这几个呢 就是他的发项 事项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瓶子 就是所以我们移民当中也是事项和发项 我们经常这样讲的 比如说戒严之余呢 就是人的发项 那么发项 就是事项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哦 就是是这个什么什么人 就是指的是哪一个人 就是就专门就点出一个人的名字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叫做是这个事项 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具处一个例子来就是说明的话呢 这叫做这个事项 就是所以呢 他这里这个事项和中项 就是事项和那个发项呢 就是应该明白 他这里这个 那么就是刚才那个具有音呢 就是他就是 已经讲了这个他的定义 就是他这个互相这个起因果的作用的 这样的音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具有音 那么他的这个发项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事项吧 就是事项的这个众说呢 如大众及遂性转呢 与心法相及事项 就是他这里呢 就是我们这个事项上的很多这个大众啊 就是也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相具有音的这个事项 然后呢 就是这个心遂转 就是心遂转 下面还在这个讲 还有那个心 就是心呢 就是心和心所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也是因为那个相应音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具有音当中 就是具有音的话呢 不一定包括在相应音 就是因为相应音呢 就是全部是心和心所方面案例的 但是那个心和心所案例的这种音的话呢 必须包括在那个这个具有音当中 就是他们之间有这个关系 然后与这个心法相与事项 就是与心法相和事项 就是这些都是全部呢 就是这个发相和事项呢 就是也是这个相应音 就是也叫做是具有音吧 就是不是相应音 具有音 下面就是这样这个说的 说是那个 英国同事是怎么应力的呢 就是英和国刚才不是讲是这个同事吧 就是那么英和国是怎么会是这个应力的呢 就是英和国呢 就是他也是有这个应力的时候 如一类的第一等四大中复为这个具有音 就是这个地水火锋刚才也讲了 就是他那个福相呢 就是不管是他的生长这个生存呢 都还是有一些这个祈祷这个作用 就是帮助这个 依靠就是他而这个他的生存 就是依靠他而他的这个成长 这样的话呢 就是虽然是这个同事 但是呢就是也是这个福相这个具有音 心之水转之心相 福心 心就是心之水转和心 就是心之水转就是下面还在讲 那么心之水转也就是说是这个心所和心吧 就是心和心所的话呢 也首先是这个福为这个相应应 有为法的法相 神等也是是 事相品质等的法呢 就是也只有这个应 就法相和那个事相 就法相和他意思呢 就是四大的这种群体当中的 这个四大的这种种类呢 也互相是这个具有音 然后呢就是心和心所呢 就是也互相是这个具有音 法相和事相 法相和这个事相呢 也是是这个具有音 他这里上有为法的这个法相的这个 昨天我们前面讲的有为法的法相呢 就是神等那个四种吧 就是神 就是神等这个四种 那么神等四种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事相的这个品质呢 就是也这个具有音了 就是具有音 试相是这个法相的音呢 这是一个有为法产生的时候 根本事法相和随身事法相与事相同时产生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那个比如说他这个品质产生 品质产生的时候呢 就是实际上是品质的这个生 主 老 灭 就是这四个法和然后这个圣子圣和主之主等 这个四种随顺法相 就是那么还有那个他事相的那个品质 事相的这个品质呢 这个品质呢 这九个法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这九个法呢 这九个法呢就是法呢 就是同时这个产生 同时产生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们呢 就是也有这个就是互相这个音的这种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分析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间接印在就是里面 就是刚才那个比如说这个品质的这个 他的四个法相呢 就是当然这个对品质是有直接的这个作用 就是他的这个生呢 就是对品质的这个产生直接有这个作用的 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灭呢 就是品质的这种灭亡呢 就是直接有这个作用的 然后那个他的这种这个摔呢 就是品质的这个摔亡呢 就是直接有这个作用的 就是这个根本四个法相 跟品质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是同时这个产生的 然后那个神之神对这个品质的这个作用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并不是直接的 因为昨天讲了这个神之神呢 就是他产生神 然后灭之灭呢 就是他产生这个灭 就是这个他的灭法来灰灭呢 就是用灭之灭来这个起作用的 然后这个用摔子摔呢 就是起那个对这个他的这个闹 或者是他的这个碎白呢 就是也起这个作用 就是他这样这个说来的话呢 他那个随随随随随随随法相呢 对这个品质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间接对他这个起作用的话呢 也属于是这个 他的那个 就是也这么讲呢 就是也属于是他的一种这个绕遇吧 就是他的这个绕遇 比如说那个国王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可以这个保护这个所有的 他有些好像姿势里面 就是你们看看那个姿势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避遇呢 国王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保护 就是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居民 就是他这个所有的居民 就是他可以保护 就是然后呢 就是那个 就是国王这个附近的 有些那个 就是眷属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这个饶益 那个国王的这个力量呢 就是是有的 就是但是这个国王这个眷属当中的 就是就是外面的 就是有些这个仆人呢 就是这些的话呢 就是对国王直接这个做利益呢 就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呢 也是是对他的一种这个帮助 就是也是能可以做的 所以呢 就是他们之间要互相那个起作用的话呢 比如说国王就是 直接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平民呢 就是他就是想起一切办法 就是整个这个保护自己的国家的话呢 就是他对这个所有的平民呢 起作用是直接起作用的话呢 就是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国王这个属下的 有些就是他身边的一些大臣啊 就是就是他这个身边的一些人的话呢 对国王就是直接做事情的话呢 就是这种能力是有的 就是这个是刚才的 我们根本法相一样的 就是刚才那个瓶子呢 就是瓶子是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世相 然后就是其他这个圣当这个法呢 就是是根本法相和遂生法相 根本法相和遂生法相 怎么是直接对这个世相呢 起作用呢 就是起作用的时候 根本法相对他起作用呢 就像里面的这个大臣一样的就是啊 这个这些大臣的话呢 就是整天都是对国王这个做事情呢 还是能这个做得到的就是 所以说直接就是对他这个做帮助是可以的 但是外面的这个随身法相呢 就是只有这个间接的这个形式来 就是间接的这个形式来 就是对他这个做一些这个事情吧 就是真正就是到里面的话呢 就是是这个没有的就是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呃 就是起作用的时候呢 就是呃 怎么说呢 就是也不是这个 德莱斯这个巨神巨神巨什么巨有因的话呢 就是同时能够起作用的 但是同时起作用的话呢 稍微有一种这个 他中间有一种间接的这个过程吧 就是间接的这个过程 所以由布宗他自己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呃 也是用这个直接的呃 什么这个根本这个法相和遂生法相和 还有这个这个世相之间的关系呢 呃 也有一些这个这个这样的这个差别 就是这些呢 你们也看看那个姿势 姿势的话呢 就是应该有这些详细的这个说法吧 呃 今天就讲到这里 居士论 都比较过去的 咱们呢 这些会呃 然后没有って 我们在那里 能够起来 我们在那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